为了推广传统戏剧文化 11月2号星期六在瑞芳火车站前广场 将举办欢喜渊佳歌仔戏表演 邀请了云水戏剧工作坊演出 戏码是以唐代名将郭子怡为背景的精彩故事 而市员林一齐也将在戏中客串角色 也邀请乡亲朋友一同观赏 这次上周是一员林一起在新北市府的演出片段 为了传承歌仔戏文化 市府多年来举行歌仔戏表演 在重阳节当月能娱乐长者们 而东北角距离板桥较远 为了让伤心朋友们也能看到演出 特别选在11月2号这周六将在瑞芳表演 11月2号星期六晚上六点半 在我们瑞芳火车站前 我们有一个歌仔戏的一个演出 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以及我们林一齐议员服务处 以及瑞芳区工作 共同来办理的这个戏曲活动 那欢迎我们有对于这个传统的戏曲 歌仔戏有兴趣的好朋友们 晚上到我们瑞芳火车站来看这个演出 当天我们林一齐议员也有客专演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此次歌仔戏背景选在唐朝 由名将郭子怡的儿子 与娇纵的申平公主配婚 而演发一连串的精彩故事 市议员林一齐也将担任剧中的太子一角 扮演王储的英姿实施一大挑战 那这次在我们的戏嘛 欢喜冤家里面担任了太子的这个角色 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唱曲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有一些回忆都是必须在庙前 然后或者是在有庙庆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观赏到歌仔戏的传统戏曲 参与演出也是希望我们的传统戏曲 歌仔戏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那所以希望星期六11月2号礼拜六晚上 六点半的演出能够让各位好朋友能够喜欢 活动将在这周六晚上六点半开始 邀请民众一同盛会观赏 放松身心享受愉快周末 记者超好文瑞芳采访报导